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9785这是最高价 6.9785在这个位置上我不知道应该可以看 在这6.9785上一次干涉最高的时候是6.9795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点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完全在6.97之上 完全6.97之上 它开盘的时候开的还往下压了 但回首就上去了 这是他讲他收盘价 人币汇率是否达到7 现在国内的说法呢 你可以看到这是是否达到7 说法不一但所有人都在看7 那央行呢就是易刚的角度来讲呢 说的比较已经开始说的比较模糊了 他说任何一个具体数呢对于货币调整来讲 货币政策来讲不是一个非要遵守的 非得这个非得那个 这是在昨天出现波动之后 我们看到的易刚的引用易刚的一段评价 时间的原因我们不可能说面面俱到 而易刚本身呢是所有人尊重 就是当初易刚成为央行行长的时候呢 所有人很多人都支持他 是因为呢说他是一个真正尊重市场的人 那如果真正一个真正尊重市场的人 我跟你讲他不信命的 他什么都不信的 他也不信干涉的 也就是说破七就破了 那我说不信命的意思 是我跟大家说的 习近平身上套了七个七的那个说法 对吧 套了七个七 执政七年 这重复多少遍了 执政七年 第七个总书记 第七个国家主席 这是他自身的政治的问题 然后对外 七个政治局常委 从九五改成七个 那是对国内的统治 对外就是 中国的外交就是中美关系 跟川普完全差七年 一天都无错位 他们两个人的生日 川普比他大七岁 整个全球而言 货币的一切就是金融 对不对 就是货币 就是国家的一切都是钱 最后算 算在钱上 所以 破不破七 就成为了习近平今天 当他权力归为一身当中 命令上的第六个棋 第六个棋 那谁是第七个棋 我昨天说了什么是第七个棋 他是属蛇的 蛇打七寸是他第七个棋 那蛇打七寸回到了他的命运的本身 去对着他方得始终的说法 而人的十二生肖 我跟大家解释过 十二生肖对应着子丑一谋 十二的树是大树 天树超过天的树 因为天地人是在十二之下 不在十二之上 开天与子时是在十二之下 所以十二 十二个月 十二时辰 这是时间来的 那人 包括耶稣的十二门徒 原始天顿的十二金门 都是预示着 人突破十二就可以上 就可以修成的概念 对应着人的生肖 属性 所以用属性生肖 生辰八字算命 是有他一定道理的 那今天的习近平 在属性上 属蛇 所以一旦破了七 他的生命就受到威胁 因为就是蛇打七寸头 他就麻烦了 而林郑月娥的三个七 是外力来的 是打他 是他选的 林郑月娥的三个七 就相当于天地人 在他身上非常完美的配合 所以这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生死攸关吧 反正就这样了 但是呢 有点命理注定 有点命理注定的感觉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七 不知道 我个人也不知道 但是就我个人感觉来讲 突破到七很容易的 这六百点 这六百点一下就上去 六百点一下就上去 所以这是前后 一开始他压的时候 当美金减掉利息的时候 他的浮动不大 也就两百点 当川普昨天一开打贸易战的时候 一下上去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先说这个 关税的问题 川普宣布下个月对华加征关税 司科宣布 关闭上海 应该是关闭了上海 上海裁掉所有员工 这是 这应该讲 就司科这么大公司而言 他认为已经没戏了 全面开张 再度加征关税 那剩下的三千亿 加上原来的五千亿 两千五百亿 五千五百亿 全都加征关税 所有苹果手 就是所有产品都加征关税 那也就 基本就这样了 不跟中国做贸易 对美国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 他是说这话了 他埋怨习近平 贸易协议方面不够迅速 双方有协议之前 美国会一直对中国加征关税 一直加征到底 就算中国完全不跟 美国进贸易 进行贸易的话 我也无所谓 是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10%的关税 华春莹说背离了两国什么核心价值 后果自负 占说了后果自负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 一切后果将全部由美国承担 如果你美人币的汇率真的到期 真被我说准了 到期的话 然后习近平面临着舍打七寸铜的话 你后果谁承担 这个傻 这个傻东西 明天你说精明的人 再换个角度来讲 都是傻瓜 贸易摩擦家具等等等等 这都在我眼睛里 这都无所谓了 吴强 清华大学的 他不是 吴强不是清华的 吴强好像是工业学院的 原来工业大学的 我现在记不得了 但不像是清华大学的 我怀疑啊 12轮 你记住这是第12轮的谈判 我们说的12的概念 都在这儿落实了 外界怀疑根本就没 什么都没谈成 美方代表回到华盛顿当天 川普就加碎了 应该是 6月份举行峰会 无所谓了 星期四突然宣布加征关税 贺江兵 这是网上最近一年多比较活跃的 加征关税 中国不履行承诺 川普觉得第一是受骗了 第二是中方在拖延 拖到他选不上总统 第三是去年9月20号 美国制裁了李商福 军火贸易 然后呢 习近平又把他竞称为上将 所以讽刺了川普 我个人觉得 OK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 我个人觉得他真那个东西比较小了 因为他加征关税的这个概念动作远远超过一对一个人的所谓脸面上的过不去的 我个人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那贺江兵认为重创了中国的产业链 重创产业链不是现在 已经加以重新塑造 这个那叫什么 郭升坤在设法卖掉他在上海还是广东的厂子 大概600多亿 因为他已经坚持 很显然他坚持不了了 不欢而散 在华的企业思科当天宣布 上海部门全部裁员 几字上海 当天一大早通知全部裁员 不过让人震惊的不是裁员 而是思科给予了补偿 据员工讲 技术人员拿到了一百多万的经济补偿 这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 就是人家是给钱了 主要是对中国的未来的前景不乐观 整个经济环境走势不乐观 我觉得这没什么可讲 他思科早已做好准备 谈不成就完 而且他已经认为几乎谈不成了 就等着最后这一下 所以如果不是已经认为就等了最后一下的话 他怎么可以那么快的就宣布 技术人员可以赔一百万 所以他整个裁员的方案都具备了 这个概念是最可怕的 他的裁员的概念全都具备了 就等着最后谈判怎么样了 那思科是个代表性的企业 也就是讲说 可能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措施已经定好了 没戏我们就走人 你将看到很可能你将看到类似四颗的公司 雪崩一样的离开了中国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人民币是否会迫弃 这是阿波罗网站用了海外企业的翻译的概念 不同的角度了 是否会迫弃 这就不用说了 未来会有更多的宽松政策对冲 那宽松政策对冲一定是迫切的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专家汪涛报告 加剧关税紧张 增加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 假设贸易形势没有进一步加剧的话 没有新的大规模刺激的话 中国经济可以维持在6% 但是呢 明年会下降到5.8% 人民币进一步压力 所以但对美元 今年不会大幅偏离期算 这叫啥意思呢 咱们说破期不破期 他说在7的左右波动 OK 那你现在已经是7的左右了 那没什么可讲的了 叫瑞汇银行 人民币破期的风险巨大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很多人会允许人民币更多的贬值 他可能认为 没必要保持人民币稳定持续的谈判 因为已经完了 已经谈不成了 六稳任务重新出台 意味着人民银行可能 不会一下子让人民币破期 引发压力和金融谱稳定 那预定会在6.9到7之间波动 中间价破6.9 慢慢贬值 所以他们依然认为 70个关键的数据 对不对 关键数据 法国银行 未来一两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破期的风险大幅上升 一两个月 8月1号 距离10月1号 两个月 政策制定者相信 最新的关键 已经让双方陷入僵局式 他们就没有动力阻止人民币 至少与主要货币的贬值的速度相符 所以他们想阻止 如果想阻止货币贬值的话 政策制定者依然有工具 就我个人来讲 因为贸易战已经 贸易谈判协议基本破裂了 完全破裂了 他在人民币是否破期上 还有这种约束力吗 我说的约束力的概念是指 对川普而言 川普一直强调说 中国的货币太贬值 贬值太厉害 昨天讲话中还有这个说法 贬值太厉害 那没关系 那大家已经弹破了 那他为什么不去应去贬值呢 我说的是正这个概念 那是有可能的 因为人民币贬值 去对抗他的关税 PNC 更高的关税将中国在年增长 带来压力 经济下滑压力 央行可能下调 逆回购利率和充款利率 保持信贷增长 没错了 如果央行下调利率 那今年年底将达到7.15 明年维持在这个水平 我不知道这是法国的还是哪的 叫PNC 那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会看到他 破期的可能性会大 起码他的用词语言中 是这么说的 而在我个人的看法当中 就是刚才跟人家说的 他破了期 那习近平就等着舍打其存了 这就是完全是议题的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